在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近20人死亡。 5月14日,18岁的嫌疑人佩顿·金德伦持枪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内外射击,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 死伤者绝大多数为非议。警方认定其作案动机为种族仇恨。 金德伦甚至在游戏直播平台直播行凶过程,但很快被平台掐断。 警方调查发现,他去年曾扬言在学校开枪,但遭拘留一天半后获释,仅被送去做心理评估,被被控罪。 他的同学形容他怪异且政治倾向极端。 联邦调查局审讯金德伦的双亲,案件调查仍在继续。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一名16岁少年14日晚在清洗公园的标志性雕塑云门附近中弹身亡。 一名未成年人因关联这起枪击被捕。 警方还拘留另一名未成年人,并在其身上找到一件武器。 15日下午,加州城县Laguna Woods教堂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包括一名86岁的女性和四名分别为66岁、92岁、82岁和75岁的男性。 警方表示,所有伤者都是亚洲人,四名受害者仍在住院治疗,情况危急。 该案的犯罪嫌疑人16日被确认为一名68岁的拉斯维加斯男性周伟文。 他目前面临六项重罪指控,保释金为100万美元。 警方仍在试图确定该起枪击事件背后的动机。 而洛杉矶地标性的美食集市中央市场外,也在周六突发致命枪击,导致一名男子死亡。 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在场的顾客纷纷躲避奔逃。 据非盈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以来,美国国内射枪事件已导致15,979人丧生,13,173人受伤。 美国餐饮连锁公司麦当劳5月16日宣布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并已启动出售载额业务程序。 麦当劳正在寻求将其在俄罗斯的全部麦当劳餐厅组合出售给当地买家。 另外,麦当劳计划将这些餐厅去商标化,即令这些餐厅不再使用麦当劳的名称、标识、品牌和菜单等。 不过公司还将继续保留其在俄罗斯的商标。 麦当劳表示,作为退出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预计将产生一笔约12至14亿美元的非现金支出。 声明透露,麦当劳在俄罗斯当地有6.2万名员工,在交易完成前,公司将优先确保原俄罗斯员工能继续获得薪酬, 并保证他们在餐厅一手后能继续保有工作机会。 美国FDA5月16日表示,婴儿配方奶粉供应商亚培营养公司在密歇根州经营的一家工厂, 有望在大约两周内重新启动并恢复运行。 此前,这家工厂由于可能受到污染而被关闭。 最近几周,婴儿配方奶粉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全美各地家庭的恐慌。 根据零售产品跟踪公司Data Assembly的数据,截至5月8日的一周, 婴儿配方奶粉的缺货率达到43%。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联邦政府将努力通过从国外进口同类产品和扩大针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的灵活性来应对危机。 瑞典首相安德松5月16日宣布,瑞典政府当天正式决定向北约提出加入申请, 意向声明将在近日提交北约。 安德松领导的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15日最终决定支持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这标志着该党长期反对军事联盟的中立立场发生根本变化。 安德松表示,社民党同意申请加入北约, 但不希望北约的核武器和军事基地设在瑞典境内。 当天,部分民众在瑞典议会外举行抗议示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依据归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表示, 土耳其不可能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计划持积极立场。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则表示,若北约军事设施进入芬兰瑞典, 俄将作出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